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0日 祝大家雙十字快樂 但在地球另外一端正在生靈塗炭 俄乌戰爭未打完,伊巴戰爭就打起 這是非常殘酷的 看到一些新聞片段,真的覺得很痛心 但是伊巴衝突 要解釋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裡面涉及到宗教的問題 伊斯蘭教和猶太教 以及基督教的一個兩千年來的糾結 然後又涉及到種族的問題 到底猶太人和阿拉伯人 裡面還有一些突厥人 那些糾纏 這個也很複雜 還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角度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關於美國和中國對這件事情的立場 中國主張兩國論 就是主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個國家 按照聯合國一些規則去處理這個問題 美國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這兩個立場很吊詭 令我想起一段金融 在少傲江湖裡面的情節 華三派分開了劍中和氣中 但是劍中 就要挑戰氣中 惡北群的掌門地位 但是氣中 其中一個弟子叫做令狐聰 學了獨孤狗劍 然後就和劍中的高手 誠不休風不平打架 後來雙方打到如火如荼之際 氣中的高手 就是用劍法 劍中的高手 就是用氣功 這一段就很好笑了 劍中的高手用氣 氣中的弟子用劍 打起膠上來 都是不講原則 不講道德 不講規矩 中國和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 一個哲學學家 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這個原則就叫做民族自決 住民自決 或者叫做 就成為了一次世界大戰後 處理殖民地 或者處理一些領土爭拗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就是由當地的住民自己去決定 而美國同時間 對於很多的國際議題 都是主張住民自決的 但是中國不同了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一直說自古以來 這個 新疆也好 滿洲也好 台灣也好 自古以來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總之這個是老祖宗的領土 不能丟 但是放在尾巴裡面 就是很矛盾 以色列 其中一個最爭議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又說他是自己的首都 因為他住了很多年 在厄圖曼帝國的時期 已經控制了耶路撒冷 甚至控制了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但是後來 他們住了很多年 直到1948年 在英國和美國人的策動之下 全世界的猶太人 都紛紛回到以色列 要復國 以色列其實亡國了很多年 2500年 在巴比倫時期 以色列理論上已經亡國 後來經歷過太多不同的政權統治 包括羅馬帝國的統治 包括後來的坤士坦丁堡 東羅馬帝國的統治 再後來的厄圖曼帝國統治 無數的政權統治過 而猶太人這千多二千年來 就散失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但是後來猶太人是富裕的 做生意很成功的 所以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在英美的鼓動之下 猶太復國運動就開始發展起來順利 1948年就正式復國了 這叫做石安主義 導致他復國 但問題是 那些巴勒斯坦人 已經在那裡住了很久 那些阿拉伯人 其實有一些就是突厥人 一些阿拉伯人 因為厄圖曼帝國 嚴格來說 就是一個突厥血源的帝國 但是他們是 順奉伊斯蘭教 所以廣義上屬於阿拉伯人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住了很多年 然後突然間 撒時間 以色列人又復國 但是以色列人又說 不是的 巴勒斯坦地 其實就是聖經裡面 舊約聖經裡面所說的加南地 是神應許之地 神應許是流奶流蜜之地 加上耶路撒冷是聖城 所以 這是自古以來 屬於以色列的 現在以色列復國了 是不是奪回自古以來的領土就是合理呢? 如果以中國的立場 理論上應該要支持以色列 因為應該是一致的 你說新疆西藏 其實都是清朝打回來的 台灣也是清朝打回來的 短短幾百年都是朱古以來 但是以色列的 在二千多年前就是屬於以色列的 雖然他忘了國 後來復國 他根據這個立場 應該是自古以來的 所以中國應該是要支持 這是以色列的石庵主義的 自古以來 而美國又尷尬了 因為美國 威爾遜總統 剛才說了 提出了種族自決 住民自決 民族自決 蘇格蘭獨立就是民族自決 當然歐洲人說是這麼說的 實際上操作也不是的 好像西班牙一樣 加泰羅里亞 巴塞羅那 說要獨立 結果都被無情鎮壓 是少數的 比如說加拿大灰北黑散 英國的蘇格蘭真的有獨立公投 可以讓他民族自決 種族自決 住民自決 印尼東帝民 那些就可以這樣做 可以獨立公投 但是世界上很多地緣政治 就要考慮他利益的問題 所以美國為什麼會這麼尷尬 因為美國就是有很多猶太人在裡面 而且猶太人在美國的經濟地位很高 所以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美國、英國都是有傾向讓猶太人實現他們的夢想 就是要復國 要在耶路撒冷 要在應許之地復國 但是那些就是巴勒斯坦人住了很久 那些就是阿拉伯人、突厥人住了數百年的地方 你要復國的話 你就只能夠買他們的土地 然後就想辦法擠壓他們離開的地方 所以今天出現了加沙走廊 這些地方的衝突 其實就是一個矛盾 一個永恆的矛盾 到底知古而賴比較重要 還是住民自決 如果美國是專用自民自決 就應該給加沙 甚至乎給耶路撒冷 這些地方獨立公投 那些巴勒斯坦人佔優的地方 理論上是獨立的 獨立的就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雖然現在巴勒斯坦理論上已經建國 甚至乎是聯合國的觀察成員 世界上有八幾個國家承認 但是呢 至今美國還是不承認的 他還沒正式進入聯合國 作為一個成員國 美國還是沒承認的 所以這個國家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怨氣在裡面 他們是怨憤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在四百年立國之後 就擠壓了他們 因為他們呢 巴勒斯坦本身是厄圖曼帝國的 就是土耳其 現在 那就是厄圖曼帝國 突厥人的國家 這個突厥人的國家 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就被征服失敗了 變成了由英國去管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土崩瓦解了 土崩瓦解了 然後他們又希望可以建立自己的國家 以色列 又希望建立自己的國家 就出現了這個矛盾在裡面 但是中國的尷尬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中國呢 就是主張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這個就是毛澤東的矛盾律 所以在毛澤東的時期 就一面倒傾向支持巴勒斯坦 因為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對作降 而以色列和美國可以說是同氣連枝的 所以毛澤東就反美的 在那個情況下 就堅定不移地去支持巴勒斯坦 而反對以色列 也有其他的一些伊斯蘭教國家 包括中東一些伊斯蘭教國家 亞洲包括印尼、文萊和馬來西亞 都是站在巴勒斯坦那邊的 所以最近大馬的首相安華 都是站在巴勒斯坦那邊說話的 就是用立場去決定問題 所以中國也是這樣 但是呢 鄧小平之後就不太說這件事情了 直到現在習近平 又是世界指名方向了 再次高調說應該要接受兩國論 但是 你就呼籲 以巴兩國論 以色列人說這些是我們內戰 我們自家兄弟打架 其實這個情況是不是很像台灣和大陸 他是自家兄弟打架 反而以色列就說回大陸人 中國大陸人經常講那套理論 所以這個就是尷尬了 我就說 劍中的高手就用氣 氣中的弟子就用劍 就是說 為了利益 美國也好中國也好 他們都把立場 把龍門亂擺放的 當然美國就好很多 因為在國內有反味的 也有反以色列的 甚至乎是站在巴勒斯坦 我之前介紹過 哈佛大學 一個著名的教授 薩伊德 就是其中一個 其次鮮明 是反對西方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大家同一個地方 耶路撒冷 理論上都是同一個地方 但是為什麼分了東方和西方呢 阿拉伯人屬於東方的宗教 是中東的宗教 兩河流域的宗教 所以 他們屬於東方 兩河流域屬於東方 而猶太教 理論上就是 在東方的西邊 所以就叫做西方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人也有反西方 但是中國就不同了 中國民間一面倒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 你如果說支持以色列 在網上一定會被嚴厲批鬥 甚至乎如果你是高校教師 現在走出來說支持以色列 隨時要丟飯碗 這次巴勒斯坦裡面也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較溫和的巴解 巴解以前是很激進的 但是現在在哈馬斯面前 它屬於溫和的派別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而哈馬斯主張用武力 去抵抗以色列 所以用激進就夾住了溫和 就成為了現在巴勒斯坦 最厲害的一個勢力 最近又發動了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 所以戰爭我實在說 無論如何發生也好 你一旦首先攻擊平民 你就一定是失去了別人的支持 現在哪些人再站在攻擊平民的人身上 那些人一定是要遭到歷史譴責 遭到人類譴責的 你說戰爭如果誤相平民是另一個問題 當然也是討厭 當然也是應該要受到懲罰 但是如果你主要攻擊目標是平民 這個一定是犯了戰爭罪行 而且又綁架而同 那麼這些是反人類罪行 哪些人站在他身邊 講同情的話 甚至乎是想做和事佬 那些人都是反人類的 那麼這個就是這樣 那麼就是 中國的立場很吊詭 但是還不是沒有解決方法的 我也覺得有幾個解決方法 就是 大家不如退出耶路撒冷吧 將耶路撒冷變成一個中立地 大家去朝聖 大家去供奉 因為耶路撒冷現在都有基督徒的地區 又有猶太教的地區 又有伊斯蘭教的地區 最好就是中立化了 但是雙方又不願意 因為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那都是聖地 是我們祖宗歷史的聖地 就對於長江黃河黃河為例 中國人你說撤出黃河他們又不肯 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 他們住了數百年的地區 要他們撤出他們又不肯 那麼耶路撒冷也是這樣的 所以雙方都說那裡是自己的首都 美國特朗普時期就承認了 以色列的首都在那裡 結果又產生了一些矛盾 所以這個就是很難搞的 錯綜複雜 但是中國 如果去到最後一步也不是沒辦法的 英國也好 或者其他國家也好 給香港人救生艇計劃 中國是不是應該可以積極考慮 給巴勒斯坦人救生艇計劃呢? 將一些不願意留守在加沙 走廊等地方的人 遷移過去中國 反正中國有30億的容納額 30億人可以容納額的空房 不是算是農村 是建了一個樓就可以空房 可以一次過遷移去那邊 但是如果用回中國的兩國論的模式 去看這些問題 台海問題 以及新疆問題 又是非常吊詭 只要自己不尷尬 尷尬的就永遠是別人了 所以 從這個題目就看到劍中和氣中的爭端 也是在這裡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的朋友徐少華 他講得很仔細 他從聖經2500年前 開始講起 就講到阿巴拉罕 再講到 關於應許地的問題 以及 以巴衝突的問題 我今天就 聽完也獲益良多 有興趣的 可以聽聽徐少華他怎麼分析 接下來這幾天我可能還會繼續講 以巴衝突 你用考古學 地理學 以及一些DNA的報告去講一下 以巴 一個是猶太人 一個是阿拉伯人 或者是突厥人 後藥 其實 從DNA學的角度來看 又有另外的答案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如不妨告訴我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我看到大家反應好 我就可以從這些角度 考古學歷史學 DNA研究 人類學的角度 去講耳巴衝突的問題 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大量的獨家資料 聲音檔 以及這麼複雜的資料 當然有文字版方面 大家閱讀 而VIP會員 是可以無限重溫以前的課堂 希望大家支持 我新書已經在10月送到出版箱裡 然後送到印刷廠裡印 現在台灣的博客來網站 是可以預購的 全世界都可以寄到的 甚至乎有些地區 比如說香港 新加坡 等等的地方 就可以在Seven拿的 而其他地方就要寄到你家裡 當然可能寄的時候 郵費也要考慮 因為他也是用快運去寄的 有些用DHL去寄的 英國也可以 但是我知道香港有二手書店 譬如是一家聚賢書店 也是可以預購的 書裡面很感謝 有幾位學者推薦 包括張燦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前系主任 張燦輝教授推薦 還有沈玉輝教授幫我寫道論 以及一位哲學系的教授 也匿名地幫我寫道論 以及教授傳書 還有鍾建華博士幫我寫了推薦罪 還有楊詠宇博士 也幫我推薦這本書 很感謝各位 還有徐少華等等的推薦人 有興趣的 就可以去書店預購 或者上網去預購 OK 我希望如果運到來英國的話 我會在倫敦搞一個讀書會 但是看看運程什麼時候才運到 好嗎? 多謝